歡迎你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打萊牛 萊牛牛肉麵這件事情 到底打到了誰 打到了自己人 打到了蘇貞昌 可以看到蘇貞昌 他現在的負貧開始暴增了 怎麼回事 他因為從 其實也不是從萊牛開始 他大概從之前 在打新冠肺炎疫情之後 陳時中開始降 他也跟著降了 然後陸續出現 他開始大暴走 應該就是萊豬開放 大概8月28號 那一次行政命令交給他手上 因為行政命令要執行 這是誰 行政院長 蘇貞昌全扛了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 他的整個聲量沒有再好過了 大家看一下 這是今年1月份 因為那時候疫情剛剛爆發 口罩不准出口 那我們現在在把我們台灣 弄得固過 金湯 所以那個時候 蘇貞昌的聲望是高的 他的網路聲量是好的 對 棒的時候 對 所以好的時候 可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後來又往上了 他又往上了 他二月 紅色這一條是 他的這個負聲量比例 藍色是正聲量比例 他從最好往下 他的正面 就是說他好棒棒的人 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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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現在 11月 對不起 我話太大了 11月他已經來到最低點了 有人就說他如果作為蔡政府的一個 擋死這個擋土牆 或者是免死金牌的一個緩衝帶 他是不是已經被消費代金了 不 千萬不要這樣想 蘇貞昌不會是蔡政府拿來自己 砌起來的擋土牆 蘇貞昌這道擋土牆 是他自己上去的 是他自己鋪上去變擋土牆的 蘇貞昌的性格 我告訴各位 他不可能被所有人指揮的 不會有人說蘇貞昌你去做擋土牆 蘇貞昌說是 我來做擋土牆 不會有這種事情 他願意做這個就是他自己心甘情願 這個狀況遭到什麼地步 前者我告訴你 這個所謂的正聲量跟負聲量 譬如說前宜君到你的網路溫度計 蘇有志 毛家慶到你網路溫度器 一般來講 我們這個綠色的是正聲量 大概跟這個的差距應該是在這個 譬如說你的正聲量大概12 你的負聲量大概20多 已經算被討厭了 你知道嗎 就是你正聲 這正聲量10幾 負聲量20多 28 就是已經被討厭到底了 對 這已經算滿討厭你的 到4.58比3.31 我跟各位講 這個人身上轉不到任何被人家喜歡了 就是 我真的不會理解了 這個如果以動物界來講 或者生物界來講 大概只有蟑螂可以形容了 講這個樣子 但是我不是說蘇貞昌 我就說他不是那個 我是說如果要比喻 被人家討厭的 因為蟑螂大概是放蛛絲來接準 他講到蟑螂 這樣 但是這樣子的比例 被人家討厭的比例 大概就好比生物界的蟑螂這樣 但是蘇貞昌 你沒有顧慮到蟑螂的感受 沒有顧慮到蟑螂的感受 所以毛家慶認為 蟑螂還比蘇貞昌討喜一點 好 但是蘇貞昌他甘心做這樣的擋土牆 這是他自己換來的政治能量 他換來政治能量 就是他可以持續這一整年 包括蔡英文 其實為什麼他會願意扛起來 為什麼蔡英文總統 願意讓他繼續這樣搞下去 因為那時候選舉 你要記得蔡英文總統 民調很爛 那一堆負面的東西 如果沒有蘇貞昌出來 把他頂住 這樣子的個性 因為他沒在怕的 蘇貞昌就是沒在怕的 如果不是蘇貞昌 接蔡英文總統不會選上 戴涼那一次他挺住了 所以這一陣子他要怎麼亂搞 就算已經到了 蟑螂級的網路附身量 他也會讓他繼續下去 但是時間差不多了 不過其實很多外界的人 也都在懷疑 說這個丁一鳴他自己開記者會 然後這個來牛指出小店家 是來牛然後亂打這個小店家 這件事情 難道是丁一鳴自己自作主張 要開這個記者會嗎 他要開這個記者會 難道不需要他的老闆 蘇貞昌同意嗎 我個人可以說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也做過人家的幕僚 今天市長說我要開記者會 我錢宜君自己跑去 發一個記者會通知說 我要來開一個記者會 幫市長開一個記者會 市長不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所以說為什麼後來 這個事件爆發之後 有的人說 這個蘇貞昌院長真的有情有義 挺自己人挺到這樣 那也維護自己所謂的年輕人 44歲的年輕人維護成這樣 其實要告訴大家 這個蘇院長一定是知情的 他一定知道 不是他受益也是他知情的 這個不可能是他完全不知情 然後就砲打小老百姓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話說回來 今天他把丁一鳴請辭了 他勉強同意的這件事情 他是不是要幫他找出路 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絕對 答案是肯定的 也就是說他今天不做發言人的位置 他還有別的工作可以做 他要養家活口 可是其他一般小老百姓 我們要 我們如果說做錯事 我們辭職或是被FIRE掉 我們要去哪裡找第二份工作 真的很困難 很困難 那現在小老百姓想要討回公道 好 我們自立救濟 我們去告 我們去告刑事局 我們去告這個 好 監察院好了 我去告這些大人們幫我申冤 我可以請這個受違法嗎 我可以你們亂造謠嗎 有沒有辦法 刑事局說不受理 因為你剛剛說的都是 求證 旁證跟裁判 周星馳都已經告訴你了 求證 旁證 裁判都是我的人 你拿什麼跟我鬥 你剛剛講的一整掛都他的人 我直接再點名一個人 就是黃明昭 刑事局局長 你就是蘇貞昌的人 我們要不要來賭 我們要不要來辯 你是不是蘇貞昌的人 要不要把你的內褲內衣 全部掀開來看 你就是蘇貞昌的人 你為什麼不敢辦第一名 就是因為第一名 是蘇貞昌的愛將之一 你們是愛將群其中的一個 互相包庇 我這樣講有什麼問題嗎 不用再騙了好不好 這個所有警戒 大家全部都知道 你跟蘇貞昌的關係 好到三公安心筊 我這麼講可以了吧 所以你竟然可以編出那種理由 說無證據可查 沒有構成犯罪的要件 然後你自己在刑事局就決掉了 天啊 這根本就是一個共犯結果 全台灣這20年來 最大的吃案案 就是這一件 刑事局長公然吃案 而且是公然的 公開的 刑事局長吃案 全台灣全世界這20年來 還有比這更大的案子嗎 這個比台南市警察局局長 連分局長被拔掉的那個 吃案那個還大 麻豆分局是不是 麻豆分局都拔掉了 我們刑事局長還在 還在 還繼續的在設違法 繼續的在弄老百姓 可以耶 那整個到 就是你就是我求證旁證 裁判多我的人 你拿我什麼辦法 而且我現在就當刑事局長了 而且我現在就當警政署長了 未來我直接講了 蘇貞昌下台之前 刑事局長黃明昭 就是警政署長了 就是這群關係 就是這層關係 現在大家就在拼那個三線四 誰拼到誰是王 所以我今天不要命了 所以只要主持希望我講的 我做了我全做了 不就是這樣嗎 你放諸法界 今天丁怡明 你放到法界去問所有律師 你們告訴我 我把法官全部問遍了 說丁怡明無罪可罰 你相信嗎 給全世界台灣有一個人相信了 三線三星 大聯盟裡面的王牌投手 刑事局局長黃明昭 而且他有這個資格可以裁定說 他無罰可罰嗎 確實有 他有資格可以裁定 社違法的前身叫違警罰法 違警罰法以前的精神就是 天子 我覺得你有問題 跟我回警察局 常聽到這句話對不對 跟我回警察局 這就是以前的違警罰法 被人家說警察帝國 不對的 後來大家改成叫 社會秩序違覆法 第一個精神叫什麼 造成社會怎麼樣 危害 就是前子 我覺得你精神恍惚 我不能把你帶去警察局 那你精神恍惚撞到麻家庭 我就可以把你帶到警察局 因為他被危害被踩到腳了 你懂我意思 這一次有沒有危害 有吧 因為你造謠 那個小老闆就被危害了 小老闆被危害 他差一點生意做不下去 而且大家知道 這次台北市的牛肉麵節 有三種口味牛肉麵 一種是紅燒的 紅燒清燉的 我們這個市主 在新北的這一家陳老闆 另外還有清燉的 在台東的阿牛牛肉麵 還有一個是番茄口味的 這三家都中標 他們現在都門可羅雀 政府要不要用國賠來賠償他們 所以現在網路上就流傳一個說 你社標拿出大農炮去炮打 這個小老百姓的這個人沒有罪 暫時先下來 然後休息一下再給另外的工作 小老百姓黃黃沉沉黃黃 黃黃恐恐的做了一個小生意 差一點被你搞爛搞壞 那到底這個天理何在 天理何在 這個沒有道理 所以就有一些年輕人說 好 我這個只要有綠色的通行證 我不怕沒工作 好不好 大家還記得 蔡總統曾經講過這句話 我們覺得非常好 蔡總統說 升官發財請走別路 你看 現在做了一個 升官發財請走此路 你只要拿到黨證 就可以升官發財 是這樣嗎 我們再來看看 昨天在立法院 陳玉珍有來質詢 說定義移民 他現在雖然請辭了 可是我們知道 他一定會有下一個工作 就是民進黨一向的作風 照顧自己人 我覺得真的也不錯 台下的王美惠委員 他是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 他說不然年輕人要餓死 他44歲 年輕人 安排小的 大的沒有安排小的 所以有人就哭手了 人生有黨職 何須104 工作要人幫 辦卡辦這張 還有押韻 真的有押韻 講得不錯 我這整掛我們大白話 做的這一個CG 我最看不起的一句話 就是這句話 不然年輕人要餓死 王美惠委員 你知道有多少年輕人 現在快餓死了 不是只有你家的丁怡銘 不是只有你家的趙怡翔 而且他已經44歲 怎麼會是年輕人 還要別人幫他找工作 這是什麼樣一個擄蛇心態 44歲還要人家幫忙找工作 請問前子 請問毛家慶 44歲的時候 有人還在幫你找工作嗎 我們沒辦法 現在還有人幫你找工作 還有老大幫你安排 毛家慶 毛家慶 有人幫你找工作嗎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不是 一個正常的狀態 它這個就是一個幫派裡面 幫眾才會有這種 你如果扛了 下一個就要罩你 老大幫你 就像你去開館長的槍 後面我就會幫你把安家都安好 你下一個工作你出來 我說讓你接更大的位置 不就這樣嗎 這馬上就講得很好 這幾乎像幫派一樣的做法 而且這個是由委員 大剌剌的直接講出來 沒有任何的羞恥跟任何的掩蓋 說我們沒有 我們會給他處罰 他不會有機會的 但是慢慢的偷偷的給他一個 是 大家看那個菸事菸案就知道了 後勤主任出來 直接馬上升宗校 宗將 那時候我們都覺得 這幾個人應該完了 就暫時你先扛一下 後面給你補償一下 你先委屈 先下來避避風頭 出去旅遊一下 馬上就幫你安排新的位置 昨天陳玉珍委員 因為來錄我們少康戰情室 我在化妝間遇到他 我就說委員 委員 你在質詢的時候 下面的網友會講說 不然年輕人應該要餓死 不給他安排大的 先給他安排一個小的 他應該是在講反話 他是在酸 他怎麼可能這樣講 結果陳玉珍跟我說 真的 他是很正經的講 他是認真的 沒有任何的微笑 真的是大開眼界 我沒有任何的 你招待他 你招待好嗎